OK 然后最后回答一下 刚刚我没有回答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讲到 如果大家在找食谱书 或是找阿异贝陀相关书籍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找英文的 为什么 因为 大家都知道阿异贝陀最早是梵文写成的 你从梵文翻成英文这一块 他就很吃翻译者 或者是解读者 他对于这两种语言的了解 还有他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 OK 那如果你看的又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如果说翻译的这个人 他即使他可能是英语教授 或者是中文教授 可是他本身对于阿异贝陀不了解 那他所翻译出来的东西 就会怪怪的 就像我有一个学生很有趣 他是一个很好学的人 他就跟我说 久待之前那个 那个机器人很红 网络机器人很红的时候 他就上网用那个软体 然后查了关于阿异贝陀的东西 他就发现 他查到资料 跟我们课堂上面讲的资料 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他发现他查到资料 跟他在外面 因为我后来有贴一些 就是我的学生 我都会建议 依照他们的个性 跟他们的 跟他们的兴趣 我会建议他们不同的英文的网站 可能是部落格 可能是YouTube 可能是一些免费的线上课程 让他们去做进修 他就跟我说 他发现他用那个机器 网络机器人查出来的资料 跟他在外面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可是当他用中文上Google 查出来的东西 都是很怪的 或是他会觉得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写 OK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用网络机器人查到的东西 你虽然看到的是中文的 他翻译给你看是中文的 可是他翻译的东西是 他可以上印度的 所有大学的图书馆 去查相关资料 他可以去印度 网络上面有很多 不能说很多 大概有三四个 所谓的医学的研究报告 阿玉菲图医学的研究报告的资料库 他们可以进去这些资料库里面 查东西之后翻译给你看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 会是比较正确的东西 OK 我不是说台湾的翻译书是不正确的 只是他非常的吃翻译的那个人 他对于阿玉菲图的认知 还有对于英文跟中文 这两种语言的认知 OK 所以我刚刚 刚刚有人在问的 问就是食谱书跟药材书 推荐的时候 我才会建议说 可以的话去看英文 OK 否则的话 就像我跟我学生说的 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做练习 你如果已经了解到五元素 它的特性 它的能量属性 然后它的一些效用 跟它的特性之后 你试着用这些元素的能量属性 去分析你目前看到的食材 因为数千数百年以前 阿叉亚们 他们也是运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汇整出古书当中所有的资料 所以我们能够用他们的方式 来汇整新的资料吗 当然可以 因为阿玉菲图是活的 所以对于阿玉菲图 你要认识的是 很多人都跟我说 他们发现我的YouTube频道 很生活化 为什么 因为我讲的是概念的东西 当你讲的是概念的东西 把东西 把你生活当中的东西 结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很简单 可是如果你一直在死背一些东西 比方说 比方我之前听到有一个 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 他问我 他问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然后因为我没有读过这个东西 我就跟他说我没听过 可是我去帮你问我的教授 我问了我在印度的每一个教授 每个人都看着我的 然后苦笑说那是鬼扯 OK 那什么事情呢 我这个学生啊 他就问我说 他说 他曾经听说过某一个 在华人世界教 阿玉废陀体疗的人说 阿玉废陀的疗程的 那个体疗床的头 一定要照着太阳的 一定要对着太阳的方位 所以比方说 你今天要进行这个疗程的时候 你要先去查出 太阳在哪一个方位 然后把那个床的头 调整到那个方位 那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从来没听过 OK 我的体疗 我在德国学过一次 然后我在印度学 我有在美国学 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 那我在 我去印度这几个月时间 我问了苏佑 我可以接触到医师 大家都说那是鬼扯 然后他们甚至还跟我说 那如果你的体疗 要很长的时间 你这个疗程要做三个小时 在这三十小时的过程当中 太阳移位的话 你要怎么办 而且他 然后我的教授 我其实有个教授还跟我说 Jolai 体疗疗症很重 OK 所以我只想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 阿与废陀 它是 它叫阿与维达 范文叫阿与维达 维达 指的是知识 指的是哲学 OK 阿与废陀 它甚至是来自于 印度的废陀经 OK 废陀经 什么叫维达 废陀经里面指的是 至高无上的知识跟智慧 OK 阿与废陀 直接是属于四大 废陀经的四大支部当中的 其中一部 意思就是 阿与废陀的东西 是可以被解释的 99%的东西都可以被解释 到目前为止 大概还有1%的东西 无法被解释 那目前我们 这个还有赖于 现代跟后代的 阿与废陀 医师们的研究 还有努力把它破解开来 可是99%的东西 都是可以解释的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听到一个人 跟你讲一个 阿与废陀的说法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是 哪一本经典出来的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经典的支持 也没有诊间实验的支持 也没有研究报告的支持 那么你要打个大问号 不能说他是错的 可是你打一个大问号之后 慢慢地观察跟验证 OK 好 好 好